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教一直是他心中最大的一个负担 他特别有负担在学生的事工里面 让我来告诉你 他在学生的事工上面的宣教 真是可以说做到了淋漓尽致 连他的孩子都不放过 他曾经这样跟我们讲 他跟他的孩子讲说 干嘛有需要还要坐着飞机到海外去宣教呢 当孩子看看你们的校园里面就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为什么不向他们来宣教呢 于是他要他ABC的孩子 向他OBC的同学来宣教 主耶稣说 看哪 庄稼已经成熟 弟兄姐妹 何场在哪里 何场就在你家门口 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博又成博士 博老师 我可以抱抱你吗 时间是2016年3月26号 我那时候在意大利的罗马 在一个福音营里面 来了三百多位学生 然后跟他们玩游戏以后发觉 他们的年龄比我第三个女儿 我的最小女儿还要小 所以话锋一转 我说我今天来不是用一个老师的心肠 来跟你们说话 我今天来是用一个父亲的心肠 来分享 所以我分享完第一堂信息以后 这个18岁的小女孩就跑到我的面前 他就跟我讲了下面这句话 他说 博老师 我可以抱抱你吗 你知道我上次被抱过 被一个年轻女孩子抱过 是大概走以前的前一个礼拜 我的女儿抱我 在早以前 大概30年以前 那时候我的女朋友 后来我的太太抱我 但是我把她当成我女儿 我就说 当然可以了 所以这个小女孩就走上来 抱住了我 然后对我的耳边 讲了下面这句话 他说 博老师 谢谢你爱我 我的眼光红了 我的声音开始哽咽了 我跟他说 我很爱你 但是在天上的这个父亲 更爱你 所以今天我也是用 一个父亲的心肠 一个爱学生 年轻人的心肠 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今天上帝 把他带到我们家门口的 这个宣教的合场 1960年代开始 从台湾 从香港 新加坡来的学生们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 成立了查经班 他们大学毕业以后 陈嘉丽也在美国生根建造 很多的查经班转型成为 现在的华人教会 到了80年代的末期 大批量的中国学生 来到了美国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不断地 把这一批一批的留学生 新兴学子 带到我们家门口 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非常空前壮观的 一个留学潮 而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 是把它分成三段的故事 我很喜欢用故事来说 我觉得留学生就像 在这个图片上的破公英 所以我把留学生 他的留学潮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 他们在校园里面 第二个是 他们在校园毕业以后 他们会继续留在美国几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 他们要回到 他们的本地 本族富家去 那么我今天想要 跟你们分享的是 第一个校园 在我过去这一年多 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做了很多很多 在校园里面的数据研究工作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 2017年11月13号 出来的一个报告 2016年到2017年的 这一学年度里面 国际学生将近来的108万 在当中的华人学生 包括从中国 台湾 香港 这三个地区 来的学生们 加起来将近38万人 所以38万出108万 他们占我们的华人学生 在国际学生里面 占了35% 那么在整个历年来的 华人留学生的统计表里面 我这边从1995年到2016年 这21年当中 我让你们看见的 第一个香港 过去都在8000人到7000人之间 台湾大概都在2万人 2万1000人左右 而中国 你可以看见 一个井喷式的分享 而且特别是在2008年的时候 记到这个数字 2008年 待会回再回来 为什么2008年开始 这样子一个大批量的中国学生 来到北美 这块河场的校园当中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 是华人学生 他们增长的几个原因 我把它分成几个大的因素 大概六个因素 前面四个是属于 在国内 父母 他们所家庭 原生家庭的因素 后面是属于美国本土 我们所有的原因 第一个 父母的期望 升学压力 就业的竞争 还有经济的能力 这是属于在国内的环境 在北美这边的环境 是大学的经费 而且很多的 现在学校大学学生 他们招生不足 讲到父母的期望 我从网上截下了这个图 距离高考还有六千五百天 中国的父母 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输在起跑线上 可是你去算一算 六千五百天 除以三百六十五 只有十七点八年 其实真正十八年 是六千五百七十天 表示他连着七十天 都要卡下来 表示孩子们 我要你比我强 这要我比我强 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人 现在才有的 你知道当年这个梦妈妈 这梦妈妈 这个梦舞 她可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位虎妈 你知道当年这个梦同学 不好好念书 对不对 天天打电玩 这个梦妈妈 非常生气之后 三次买学区房 到处找学区 终于找到了 席梦母哲林处 后来打电的玩具 子不学断机柱 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 可是在北京的 你知道这种学区房里面 现在我可以看到 很多文章说 这个要教养孩子 到家 这个倾家荡产 已经是一个 基本的标准配备 在中国家庭里面的 所以看见孩子们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很多的父母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孩子 送到这样子一个 唐大的锅炉里面 去蒸熬 比如说看看 这个高考的图片 在这个高考的图片里面 你看见 成千上万的新兴学子 都是要过得进了 一本大学 二本大学 那你也知道 在2014年 我的一份报告里面 我读到 2014年的时候 有84万名的高中生 他们放弃了高考 表示84万名的高中生 他们离开了中国 到了其他的地方 可能去求学 那更不要讲 18年以后 新兴 22年以后 新兴苦毕业了 只是他们在就业市场里面 你可以看见 那样子一个竞争的能力 的这种恐怖 所以你可以看见 只有中国的学生们 家长们 为了更好的教育 就把孩子们 一波一波一波 都送到了 美国这个大学校园里面 包括其他海外的校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